今天是5月9日上午10時2時 我路經B7粉嶺火車站巴士站 拍一拍現場現在的環境,仁龍 仁龍去到哪,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訂閱我的陳述 現在看到有一架車的暫時 今天是星期四 基本上這個站星期幾都有這麼多人 然後我一路走過去的時候 拍一拍那個狀況 剛剛S型打了兩行 龍尾我想都是在小巴站那邊,現在暫時都見到 我又有一架車正在來 其實不知為何前面有些人都不想車 不知是等人,因為其實一肉眼看樓上都有很多位 可能都是等人,可能都是等人 他都有個職員在這裏,位置秩序都可以 進人上去,其實樓上我都見到是有位,可能近尾一些 那現在,那些人不想的話呢,那些人就會被在旁邊排隊 即是外來那些去叫站位,其實有位都不用站 那些人不知為何不想,那如果不想的話都會影響到 即是後面這邊排隊,那邊排隊那些就走不及過來 因為我也試過,如果最好是剛才來到站,有車 在旁邊又不介意排隊,那其實就快很多 我自己覺得 哇,很遠啊,那個龍尾,我現在肉眼看那邊 很遠了,那我一直走到龍尾那邊 真是人多啊,其實這個站沒說星期幾,基本上都這麼多人 照我所知就是,即是每次走過路径,或者我搭這輛車過去連堂 都是人多的 哇,應該看到小巴站那邊的龍尾 一路走到龍尾,看看先 一路走到龍尾,通常都是這些位置,那要視乎什麼 這裏有輛車 就是去上水的,即是由鄉原為幸運那邊回來的 這輛,基本上它都是同一個站的,不過大家應該不會上錯車的 反而如果大家選擇79號K,大家就小心上錯車 因為它有時拍得很接近,但在這裏,它另外駛出來 如果回程那些車 現在去程 你見到回程也有人下車 一路,看看龍尾在哪裏 怕這個背崗位,有時拍得也不太清楚 然後到龍尾了 龍尾都是去到小巴站這些位置的,通常都是 因為它一直住,都是有車 走了一輛車,現在就 剛才說,再來那輛車 其實現在都是10分鐘左右 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路律經分享給大家 這裏都是近龍尾的位置 希望它多些加班車 那我直行前面 前面有79號K,不過那邊應該沒甚麼人搭 的確B7就方便一點,因為它基本上都沒甚麼站 就已經去到 中途這裏粉嶺火車站,途徑一個站 我知道,那便會直去到鄉原梅口岸那邊 這些人過來,我相信都是搭B7的 因為基本上粉嶺這邊都不會有人走這裏的 以往都說 這些除非是自己住在這裏 那視乎多不多人呢,就要視乎火車站 視乎火車站,即是火車那個 火車人,我自己覺得 因為來的我想是 乘火車過來 那些人都會覺得好像很辛苦 可能車資方面 真是便宜的 如果說那些長者又 不是趕時間的,沒甚麼所謂 視乎每個人的 喜歡怎樣踏色,其實沒甚麼所謂 那麼辛苦的,有些人就喜歡 因為他可能有的是時間 這裡 看一看後面,原來都是 錯過了個站 這裡是否應該是 79號K 現在都說沒有人的 我現在都說 已經沒有了個牌 我站改了個位 不是,我看到四個牌也有79號K 沒有人等 這個都可以搭79號K 拍攝 那邊很遠的就是B7 走回火車站那邊 算了,要是 就可以看,看看 這是6號K 你是4號K 你嗎? 他的車子 那邊就走回 這是一個這樣的 A27口,粉嶺站 人们下来,我想都是坐B7的 这个是A2,粉嶺站的A27口 一出来,你转右手边直行便到 它也有很大的牌子,指示你去B7上车 以往也有79k的牌子,但今天不见 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里下来,闪闪A2,出道来,有牌子 以往好像有79k,今天也不见多牌子 不会没有车,因为我刚刚沿途走下来 这里呢,都是有79k 还有它也有一个萤幕,指示它几分钟会到79k 依然是有车的 那我粉嶺站这附近的 车的情况,我拍到这里 因为我都会过一过上水那边 我看看可不可以拍其他站给大家看一下 我上了来粉嶺站这边,用一个倒序方式 A出口,总之出到这里,粉嶺明都的方向 不过就不用进粉嶺明都 旁边有一个楼梯,就可以去到A2 A2 旁边楼梯,就要下楼梯的 这里上才有扶手梯 下楼梯就直到B7 如果大家想去逛商场或吃东西 就是A这边,粉嶺明都这个出口 吃去天桥那边就是粉嶺明都 商场有很多东西 想说粉嶺站其实很简单 A那边就是粉嶺明都 连接商场 还有B这边就是同形先本 基本上就很简单,左右两边 粉嶺站就周围拍摄 因为我也打算入门 过一过上水那边 拍摄其他地方 上水下车,周围走一下都会 还有也想拍摄有些车去 殿堂那边的情况 现在10点多钟 上水火车站的环境 可能我这个位置不算多人 车头很多人 现在我的车尾位置 我见得走,那我先走一下车头先 刚刚有一班车到,我想都人多 都可以给大家知道 上午,星期四,平时 10点多钟 上水站的情况 上水站的情况 今天我就不回大陆了 今天 随意到处 下水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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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车头是最多人的 如果去罗湖的话 在车头上 就会最快去到 出门位,即是那班那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一向都很多人 这个位置 很久出门位 那些人流 或者有些人 不是说经常来上水的 也都可以知道 上水站的环境 基本上 这些我都是想分享 每个人喜欢看的东西都会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很无聊 有些人就想去看 其实很难满足每个人 我那个位置 適合就看 不適合就看 我都希望大家 我都知道 有部分人 是会上水 出门 接着再进回来 可能车子会便宜些 因为刚才我都听到 有些人说 再进回来 这些是个人的选择 我都没有说 大家洗钱的方法不同 又不可以 给予人 我觉得 没什么所谓 有时间的 你怎么做的 你都不影响人 又不伤害人 我觉得有什么所谓 那我都准备出门了 正常出门 原来呢 看到这个情况 原来入门也要排队 原来呢 因为分开了出门和入门 现在看到入门是要排队的 所以要 站着又有一班车到了 所以 火车其实我是喜欢的 因为始终是快 班次多 他都预留很多是出门 这一班车 那变成了 入门那里 你会看到是在排队的 我都不知道原来这样排队 那些人如果出了去 排队入回来 那真是视乎自己的选择 哇 想不到这个 都这么多人 这是第三班车 就是我第一班车 我第一班车下车 这个是第三班车 那边 有个拦杆 拦住的 都是出门 出门是多的 站机 入门其实很多位 排队而已 楼上都可以入门 那这里可能方便 那些人一出一入 出完之后 要排队进来 我刚刚出门 有一个职员在 那就是你都要 就是跟秩序进去 那原来有些人在那儿等人 是不是有些人都不是入 在那儿等人 那可能大家是不是 约了出门 在那儿等 那这样 这个位置现在都很热闹 都很多人 这个位置现在 上水站 那现在外面都很多人 那有人在那儿等人 那有人入门 那都不是很多人入门 都现在 可能一班班车 那一班车来 那你出的时候 那些人就入 那现在环境就是这样 上水站 上水站 现在没有什么人入门 就是视乎有没有车到 我觉得是 那刚才这儿都等满人 现在都没有 那这儿都挺好的 为了一条通道 那让你不是坐火车 或者是通道的时候 走 那这件事我觉得 都做得挺好的 如果这样 那现在一阵阵的 现在没有车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人了 那环境就是这样的 那我上回去楼上先 那这儿转上去 都是站的上高来的 我上去楼上先 那我上去先 那上了来 那这个是上水站 那个大堂 今天这条片可能拍得很混乱 因为有现场拍那些东西 希望大家包容 如果拍得不好 有时第一手资料 有时拍摄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楼上那个站 那边都有入闸位 那 刚才下面的人 可能方便一点 那这儿连接一部 一个天桥 就是去到上水广场那边 那这儿直去呢 因为我都想拍 因为可以看到个 小巴的那些排队人流 因为之前我都 有在那儿经过过 就是 拍过那些人流 那这儿呢 我的直行 条条呢 就会连接上水广场 那大家都应该熟 的 那今天我会再走一下这儿 在条条的上高都拍一拍 那边就是 火車站是其中一个入口处 这儿过着马路 前面有些巴士站 那些环境 就是这样 一路在条条走过去 所以今天我想过这边拍 就是看一看这个 是不是59X 如果没有记错过小巴 那个步骤 那这儿下面排队呢 对了 咦 是不是59X呢 这儿排队的状况 刚才是对面条条影 那我过一过来这儿 那我特意这样拍 就给大家知道 那个感觉 一路 这个车车也很多人 就是我曾经有一天 路经这里呢 又是很多人排队 那今天我又路经这里 所以都顺便拍了 那都想说 那那个 对面 就是那个关系的路线 那所以我这样拍的 那希望大家明白 那有些看开我的 我的频道都知道我拍摄是这样的 可能比较混乱 但是又可能看到些东西 但这儿是这样转弯的 那是在打S的 其实这儿都不是上车位的 只不过刚才由那边 这样排队一个S 一路转弯 不过我看它是去得很快 因为有很多车 再想说 这儿影的位置 上到这儿桥 就是这里 就去上水火车站 刚才我由这里走过来 周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刚才前面我就在桥的两侧去拍摄 这个小巴 我没有记错就是59S 如果有网友我说错 可以更正我 因为我都 不是太熟悉这一边 只不过路径 看到有那么多人排队 有兴趣分享 过这一边 原来这一个 才是上车位置 不过未必 因为小巴上车的方法 他数够人继续上 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一向小巴都是这样的 数够人 这里开始折 一路上 移位 看到了59S 应该没有说错 一路有车来的 他就暂时移动 暂时就好像没有移动 不移动的原因 因为他也是折了一些人 我再这样 又再计算来这边拍摄 他数够人 一班人就上车 数够人就这样 前面车走了 这里有设置上车位 这个应该上车位 这个应该上车 那些人就移动 拍一会儿 希望大家喜欢看看 我这条影片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大家留言 按赞 最后我也很感谢大家收看